感谢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的关心 针对这一次王志安 歧视模仿随形障碍者的事件 在宣扰将近一周后 昨晚主持人贺龙 终于出面在节目中致歉 虽然时间有些晚 但我还是肯定他有于出面负责的态度 节目的制作单位也表示 之后会特别录制一个单元 去深入探讨台湾的障碍者和有关 和喊病的病患所面临的相关议题 我觉得这或许是在此令人遗憾的事件后 可以对于台湾社会 带来一些正面启发的收获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 在此事件中 台湾社会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站在谴责王志安 善效模仿 歧视身心障碍者 平等参政权的一方 但还是有些许遗憾的是 在网络上仍然有极少数人 包含王志安本人在内 试图转移焦点 将一个当纯的是非价值判断的问题 去引导上政党间的斗争 甚至是民进党在打压言论自由 或是网络节目 其实这件事的本质 太简单不过 那就是在今日的台湾社会 我们是否能够永远有人 以恶意善效模仿 歧视身心障碍者 原本就应该受到保障的平等 参与政治的机会 这无关任何的党派 更不分仪式形态和颜色 而是一个服事的人权价值问题 我很感谢贺隆和节目团队 对我还有我所提出的理念的支持 和认同 但是当然大可以不必 勉强自己一定要在2028的时候 投向民进党 毕竟台湾的民主自由可贵之处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 自己所支持认同的政党 没有谁可以强破谁 所以他们也不必违反自己的心意 当然如果贺隆和节目制作团队 在经过四年的人生历练后 发现赖总统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 的执政成绩还不错 而愿意发自内心的支持 那我也十分的欢迎 很多人指出王菊是在模仿陈律师 王菊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 模仿身上的人士绝对不恰当 而另外陈俊涵律师也并不是强迫上台作秀 他是上台在认真发表政见的 他希望推动台湾胜藏者的权益 是值得被大家尊敬的人物 所以我们也在周三就联系上陈俊涵律师了 并向他道歉 也感谢他愿意既往不救 而且也愿意在未来与我们多加交流 最后 作为这档节目的导演 我觉得我有责任 我们团队不应该在后制影片的时候 只有在前面加上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我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 肢体动作是否恰当 这是夜夜秀的疏失 我们虚心检讨 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了 但是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地补的机制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陈俊涵律师 借由民进党内的安排 能够以地补方式进到立法院 为生残者争取更多权益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式 就是四年后的2028年 大家把票投给对生残者权益付出 最努力的民进党 增加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席次 把陈俊涵律师送进立法院 2028年的时候 夜夜秀到时候 也会尽全力辅选民进党 是的 虽然今天是本季最后一集录影 但赫荣夜夜秀 绝对不会一季就结束 夜夜秀 绝对不会被有心人士击倒 我们绝对不会 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 就黯然把节目收掉 各位观众 四年后 我依然会参加这个舞台上 用娱乐来关心社会 用喜剧来奉刺时事 夜夜秀会继续下去 乍泰尔不会妥协 知名脱口秀 贺龙夜夜秀 日前邀请中国记者王志安上节目 不料对方已不当手势 嘲讽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中的陈俊涵律师 掀起轩然大波 制作人霍金 助理主持人欧比相继道歉后 主持人贺龙28日晚间也发布最新影片 说明他的想法 我还是需要从我的角度来聊一下我的想法 为什么现在才讲 因为现在舆论散布在各个平台 而且在这几天 有些平台变得很奇怪 我的Facebook短时间内 涌入大量外国账号按爱心 但萨泰尔并没有请公关公司操作网路贴文 所以最后我选择 在这个最多人会看到的地方讲 也就是夜夜秀的台上来讲 首先 夜夜秀的访谈写手会事先提供问题 而回答都是来宾自己提供的 我们不会限制来宾一定要按照访刚走 所以言上的那几句话和动作 并不是段子跟喜剧是无关的 同时来宾言论也不代表夜夜秀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的立场 就如同那支访谈影片 一开始有上的那个大字一样 其次 夜夜秀是可以包容各种 立场来宾的平台 我们是一档lay night show 所以各个党派不同国家的人 我们都有邀请 只要愿意诚恳坐下来理性对谈 都有机会能来 我们愿意给予不同立场的人 在这个舞台上 也有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 不会因为对方立场不同就拒绝沟通 影片上线之后 很多人指出王菊是在模仿陈律师 王菊的说法和做法是有问题的 模仿身障人士绝对不恰当 而另外 陈俊和律师也并不是强迫上台作秀 他是上台在认真发表政见的 他希望推动台湾身障者的权益 是值得被大家尊敬的人物 所以我们也在周三 就联系上陈俊和律师了 并向他道歉 也感谢他愿意既往不救 而且也愿意在未来与我们多加交流 最后 作为这档节目的导演 我觉得我有责任 我们团队不应该在后制影片的时候 只有在前面加上 来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的立场 我应该要反复来回研究来宾的言论 肢体动作是否恰当 这是夜夜秀的书师 我们虚心检讨 不过 这一次的峰波也让我们关注到陈俊和律师 陈俊和是一个人权律师 会计师 身心障碍权益者 他一出生就罹患了肌肉萎缩症 SMA 但他无畏身体的局限 刻苦念书 台大毕业后 又取得哈佛大学硕士 密西根大学博士学位 也取得台湾律师考试的榜首 陈律师放弃美国可以健保给付的药物回到台湾 致力于改善台湾生障者的权益 生障权益 在台湾是长期被社会忽视的预题 这一次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很多关于陈律师的背景及理念的讨论 除了了解陈律师的背景之外 我们更应该了解他的理念 所以也想透过这个机会 邀请大家共同关注身障者的权益议题 台湾保障身心障碍的制度一直缺乏重视 现在的身障者就业求学都还有很大的困难 无障碍设施建设不足 健保对于喊病诱药的制度不完善 都会让身障者在台湾的生活有很多困难 根据国际公约 身性障碍者权力公约CRPD规定 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对身障者友善无障碍的环境 目的是让身障者可以享有跟直立人一样的公民权利 不会因为环境的关系 让身障者在生活上有阻碍 身障者在社会上应该可以自立自主的生活 这件事在台湾并没有妥善落实 所以未来我们会访问各方专家 再做一集A来深入研究 这个需要更多人关注的议题 总而言之 虽然大选已经结束了 但是不分区立委名单是有地补的机制 我们可以期待未来陈俊和律师 藉由民进党内的安排 能够以地补方式进到立法院 为身障者争取更多权益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 那我们还有另一个方式 就是四年后的2028年 大家把票投给对身障者权益付出 最努力的民进党 增加民进党的部分区立委席次 把陈俊和律师送进立法院 2028年的时候 夜夜秀到时候 也会尽全力辅选民进党 是的 虽然今天是本季最后一集录影 但黑龙夜夜秀绝对不会一季就结束 夜夜秀绝对不会被有心人士击倒 我们绝对不会被他人动用媒体出征 就黯然把节目收掉 各位观众 四年后 我依然会参加这个舞台上 用娱乐来关心社会 用喜剧来奉刺时事 夜夜秀会继续下去 萨泰尔不会妥协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萨泰尔不会妥协 萨泰尔不会妥协 萨泰尔不会妥协